等一下QA的時間的時候呢 三位優秀的企業家也會來解答 就是小包目前的相關的一些疑問 那在論壇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 小務委員會 同政委員統委員長來 為我們說幾句話 各位喬台商 及現場語團嘉賓 大家好 面對全球疫情 台灣因為疫情控制得宜 產業科技穩健 朝向國際關鍵力量來發展 因應全球局勢 與供應鏈的變化的重要時刻 喬台商因加強與 國內基有的企業交流合作 因此 喬台會特別規劃 喬建台灣商機36G 線上論壇 我們邀請台灣的 產業技術研發機構 及重點的產業中的卓越企業 與各位喬台商分享 產業的商機與策略 希望透過交流 我們能夠共同尋找新的商機 與合作的機會 一起插量台灣製造的招牌 今天是第一場線上論壇 喬委會安排再生醫療產業 這項主題 我們邀請國內優秀的企業 分享有關基因治療 細胞治療等與大家健康相關的技術研發 期盼各位喬台商能運用在海外的優勢 與國內企業互相激盪出合作的商機 論壇即將開始 預祝各位事業順遂 萬事如意 生理健康 非常感謝委員長李敏利 相信大家對於今天的論壇 充滿了期待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三家優秀的企業 前來分享再生醫療 整體產業的概況 以及合作的商機內容 首先第一家企業是陸家再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是由一群專業的醫療團隊 及生醫研發人員所組成的 那致力研發各種的高品質 高效能的免疫系統治療技術 為了能夠可以提升癌症的存活率 與恢復病人健康與生活的品質 為最大的目標 那我們接下來有請陸家再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唐志超唐董事長來分享 有請唐董事長 各位台灣的小胞好 那我本身也是一個小胞 我是從新加坡回來了 所以在新加坡讀完大學之後 我回來台灣才又念了 我們台灣陽明大學 陽明大學學系 一路這樣讀完之後又念研究所 在第一線醫療單位服務的一段時間之後 台灣我們是在醫療人員的工作壓力戰士很大 尤其現在疫情的期間 能有這個火熱的事件 大家壓力都很大 那時候我算是逃兵中之一 結果就逃出來的企業 也是爭議 也是因為這樣的意味巧合 而開始接觸到了我們現在的再生醫療的部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公司整個起步是從2014年開始的 我們2014年 那除了說是因為說自己想要上癮之後 一方面是我們發現到 我們中招有很多的這些親朋好友 他們其實都是VI的 那VI追求老人家可能70幾80歲 90歲的老人家 手術也不行 放了也不行 化了也不行 最後我們希望說可以至少可以比較 飽和可以讓它延續它的生命 那大家癌症不要去惡患的技術 所以我們就找到日本的這些技術 那2015年的時候 我們正式跟日本的國家一起合作 把他們的技術計轉到台灣 所以我們在2016年把技術計轉完成之後呢 我們在榮總進行了我們第一個臨床試驗 那我們這個臨床試驗是台灣目前第一個 也是唯一的呢 是把化放療同時結合免疫治療 所以這個臨床試驗 那這個是針對投進來的部份 那除此之外呢 因為我們開始 因為台灣慢慢開始有特館法之後呢 我們就有開始有帶我們自己的實驗室 那我們的實驗室是在特別18年開始蓋的 那同一年呢 我們用我們目前的技術 這個要計轉孤兒的技術呢 在美國申請到孤兒藥 含有這個北安DMG 中國 那所謂的孤兒藥是這樣子 那在美國呢 只要是這個所謂的寒見疾病 等於說它是百萬噸 百萬噸的人口裡面 等於小於一個人有發生小孩生的話 都屬於孤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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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要我們這個孤兒藥 我們就可以用孤兒藥 作為一個申請 那孤兒藥的一個好處是 它的臨床試驗 可以在美國儘管去做執行 那既然是在美國儘管做執行 我們勢必呢 我們就是回到台灣 再去做執行 所以我們這個孤兒藥的臨床試驗 二期的臨床試驗 這類肝癌的呢 我們今年也就通過美國對峻審查 通過美國審查之後 接下來我們是臺灣 跟我們一步申請 會是一個多中心一起合作的一個臨床試驗 預計說到大概2023 2024年左右 那到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拿到美國的一個 所謂的conditional proof 要有條件式的藥證 那我們最主要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打開我們美國門 用一個美國的這個藥證 去拓展各個不一樣的國家 尤其是像東南亞 或者是一些歐美 他們是比較認可 美國藥證的一些國家 那我們也非常幸運的 今年呢 公事業藥公發上的新貴 新貴的這個主要語言 主要希望說 可以來支撐我們 後續很多的研發 跟我們的臨床試驗 那這一位呢 是我們跟我們合作的這個博士 他是日本 就是本國家醫生中 出來的博士 他是全世界第一個 一個用T細胞去完成的 一個三期臨床試驗 跟對肝癌的一個臨床試驗 那我們知道一個癌症呢 他的進展其實就像這條曲線一樣 一開始當我們發生的時候 我們很快速的 在一個禮拜年 透過手術也好 或者是透過這個 放在一些治療也好 很快速的把這個腫瘤 把這個腫瘤降低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呢 因為腫瘤是從我們自己身體裡面 長出來的細胞 他終究是有這個復發的可能性 那一旦他在復發的時候 我們在給予 不管是任何醫療物 或者治療的時候 他的這個治療的效果 也已經比第一次來得差 所以當我們繼續往後 當產生抗瘤性的時候 往往本的病人 最後就是在那邊 血涉是一種兒 那過往傳統的治療 就有發揚手術放療 標靶還有化療的部分 那是到了大概2010年的時候 大家才開始注意到免疫這塊 大家才開始發現到說 我們癌症其實他真的就是 一個免疫相關的疾病 那我們這邊來看 這些癌症 他在我們身體裡面 正常會發生的狀況 其實在座的各位 現在有我們的觀眾 還有我們這邊所有的來賓 我們所有人裡面其實目前 現在其實都有一些 腫瘤細胞的產生 但是他為什麼不會變成癌症 是因為我們的生理有關系統 我們的免疫系統 他可以去辨識 左下角這張圖的一些 我們講腫瘤抗瘤 叫做Antigen的部分 那就是由這些素瘤細胞 去認識這些腫瘤抗瘤 然後這個素瘤細胞 在藉由這些 在藉由我們的淋巴 把這些抗瘤的資訊 交給我們的T細胞 叫入我們的T細胞 最終讓我們的T細胞 紅火、存化、活化之後 再去攻擊我們的腫瘤 所以一般的人 我們身體裡面 並不會有所謂的癌症 是因為我們這一套旗次 在幫我們控制症 那在所有的這個 所以剛才可以看到 T細胞它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但是又不是所有T細胞都可以用 那真正在殺腫瘤的 其實是最右邊 黑色這個叫做 一般的T細胞 就是公平型的T細胞 其實過往的時候 我們很多的研究 就是朝這種細胞去研究 大家都希望培養這種 等於說高數量的這些 作用型T細胞 但是發現到很大一個問題 是因為它已經到了整個T細胞 它的這個周期的最後一端了 所以它的存活期非常的短 所以當我們培養這種 作用型T細胞 黑色這些細胞 打到心體裡面去的時候 往往可能它還沒有開始作用 它細胞就已經死了 所以為什麼要更好的去解決 這個方法 我們找到它的前虛物 那就是這個藍色光光瘤的這一類 這一類我們泛稱叫做 記憶型T細胞 那記憶型T細胞有分兩種 那我們先不論哪一種 這個從動物時間看得到說 它對腫瘤的抑制都是有效果的 那唯一最大不一樣的地方是 所謂的 這個中央型的記憶型T細胞 T細胞這條線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在我們身體裡面的這個抽離 已經很久了 原因是因為它可以不斷的複製自己 複製自己之後呢 其中有部分複製完的呢 它就變成T細胞 就是所謂的 作用型的記憶型T細胞 之後再分化成這個 作用型T細胞去供應T細胞 所以如果說這條線是完善的話 在我們身體裡面 其實是有很好的一個防禦機制 去避免這些腫瘤變大陸增 那這邊幫大家整理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些我們講 記憶型T細胞的話 在右上方這些紅色光光裡面的話 它在我們身體裡面的這個 所謂之間呢 它可能是塑膘甚至到一輩子都有 而且再來是因為它本身就是靠一個抗體去活化它的 所以就沒有說 一旦你需要靠抗體去活化它的 所以一旦它接受到這個抗體的時候 它可以很快的被活化 那不像是說可能第一次的時候可能會變化 但當這個癌症即將要復發的時候 只要它表現抗體是相同的 很快的我們身體就有這個機制 馬上去辨識跟對付這些腫瘤 但是人為什麼中間還會得癌症呢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人老了 我們這套系統 這個記憶型T細胞的系統 開始不夠用了 所以我們錄一下 其實我們就是把人的血抽出來 培養出這些我們講 高純度的記憶型T細胞 那最後過了大概21天之後 再把它打回病人身體裡面去 那這邊可以看得到我們一些 培養前跟培養後的一些數據 像這個病人 它的這些我們講 活化的這些輕盈T細胞 一開始只有0.3 最後我們把它拉到95% 甚至低級95% 那這些也是一些我們的案例 這個是有接受過化癢的病人 那這些也是有接受過化癢的病人 所以我們現在品質的部分 我們可以非常穩定的 可能維持在90%以上 那為什麼我們選擇這個技術 也是日本最早的時候 就完成了這個三節瘤床試驗 那是針對肝癌的部分 他們就把肝癌的病人 手術後分在兩組 一組有接受治療 一組沒有接受治療 那發現到說這兩組 我們追蹤5年之後 兩組的存活率 或者是它的復發 相對都是有統計上面的差異 那這個技術 除了計算給台灣之外 也有計算給韓國 那韓國的部分 他們也重複了同樣的這個臨床試驗 那也發現到說 不管說病人的整體存活率 或者是這個 他們變得 我們講 不發的同活力 也都是有明顯的差異 大概治療者跟對照者 所以韓國因為這樣 拿到藥證 那所以在台灣 我們就也是希望這個 也是循他們這個軌跡 因為我們已經有足夠的這些證據 醫學強調的就是Evidence-Based Medicine 有證據 那我們開始去跟美國 去申請這個軌床試驗 那在台灣的話 本身我們其實做最多的 還是屬於末期的癌症的部分 那特館法這邊 現在目前已經開放了 讓我們在這一到三期十幾腫瘤 經過標準治療之後 無效之後 或者是十幾腫瘤 四期的癌症 我們都可以使用 那分享幾個案例 是我們這個 我們自己的一些病人 那像這個病人 他其實是已經 肝癌已經長期都已經在 有接觸治療 有手術過 也有做電癌 也有做放療 那最後他使用了標保藥物 那甚至使用了一些這個 我們講的免疫藥物 都還是復發 那最後我們用N匙的方式 幫他打了十二次的細胞治療 那可以看得到 EFP是這個 我們肝癌的這個腫瘤指數 那這個腫瘤指數 他從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最後 除了指數下降之外 我們看到他的腫瘤縮小了 那縮小到甚至病人 最後他是直接切掉肝 移植他兒子的肝 那這病也現在還活著 那像這個 我就不多說 這個是一個骨肉瘤的小孩 他這次一來 他的手圍 他的這個手圍的話 大概有三十六公分左右 那一樣我們 我們幫他用這種高純度的 T細胞治療之後 可以看到大概是經過四個月之後 他的腫瘤有很明顯的壞死 而且整個範圍大概縮小了 也大概縮小到 正常的這個手圍的範圍 那我們陸家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在做的 最主要的就是 美國這個臨床試驗 那這個臨床試驗 已經通過美國這邊的這個許可了 接下來就台灣的許可 那針對肝癌的部分 那只要這個臨床試驗做完之後 我們希望預計在2021年 我們就可以拿到美國 他們那邊的這個 所謂有條件式的藥症 到時候我們就希望說 可以跟更多的國家來一起合作 看怎麼配合 把這個技術 拓展到其他國家去 那我們公司還有一些 我們自己研發的產品 那未來的部分 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可能要走的是一些 所謂屬於液體細胞的部分 那液體細胞 它就少了所謂的運輸的問題 或者是病人 他自己抽血培養的問題 這是我們未來的方向 那所以我們公司 其實是一個 蠻特別的公司 我們公司 其實最早我們的 最早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自己我們的 不管是醫療器材 或者是一些我們的 醫療顧問的這些營收 一直支撐在我 一直支撐我們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有的臨床試驗 或者蓋我們的實驗室 我們目前都是靠 我們自己所賺的錢 去完成的 但是因為 隨著這個時間的發展 我們需要更多的發展 更多跟不一樣國家的 這個發展之後 我們需要更多的資金 所以我們今年已經上了行軌 那接下來就是 還有這個美國臨床試驗 結束之後 我們就開始跟 很多不一樣的國家在談 那目前其實我們在談的 有包含像東南亞的一些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 這邊目前都有在談了 那這是我覺得最後的結尾就是說 我們做這個細胞 細胞產業呢 如果真的要去國際化的話 其實有四個主要的要件 我常說我們這個基礎在臨床 因為你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臨床的這個 所謂實證醫學去著證的話 那你有再好的技術 其實那都是 那都是 那都是狹談的 那有了這個確定 它的臨床上面是可用之後 我們才來看它的這個製程 製程好不好 有沒有這些無菌的概念 或者一些我們講SOP 有沒有做得好不好 那成功在技術是變成說 那真的當開始我們要大規模 去生產的時候 我們從小規模到大規模 這又是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境界 我們要如何去嫌棄這個技術 那最後當然就是進度再法規 就要看各國的進度 那像台灣現在 我們目前還有一些法規的先制 所以我們就直接到美國 去申請那邊的藥證 之後再回來 檢視我們台灣這邊的進度 我的錢包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非常謝謝唐董事長的分享 那接下來的話 第二家企業是精準神劑 股份有限公司 那精準神劑公司呢 主要是成立於2017年 那他們開發的是免疫 細胞治劑及應用的技術 那提升了癌症病患及家屬的 生活品質 然後為癌症治療領域 某一份心力 然後並且努力打造就是精準神劑 成為免疫細胞癌症治療 及抗老化免疫治療應用 平台的領導 平台的領導品牌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有請就是精準神劑股份有限公司 葉民工董事長前來分享 有請董事長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臺灣再生醫療產業的發展跟商機 這是我個人簡單的背景 大致上整體而言來講的話 我在醫院工作做教授 後來也到這個健保會 去管這個國家的健保跟食藥署 那對於現在呢 也做之前在國際醫療 在波士頓 現在有自己開一家細胞治療公司 所以今天我把我個人的過往的經驗 在臺灣看到的好 做一個跨領域來跟各位介紹 那簡單來講 在生醫學的範疇 跟傳統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是類似 分為藥物跟裝置 那在這藥物裡面 包括細胞治療 免疫治療跟基因治療 還有組織工程 這就是目前 大家在強調的再生醫學 那在細緻法規劃的規範來講的話 細胞治療是指 遺址培養或工程化人類細胞 用於治療的 強調是用於治療 目前大家比較普遍認知的就是 例如幹細胞 包括骨髓幹細胞 肌帶血幹細胞 肩脂幹細胞 還有剛剛這個唐總講的 這個免疫細胞 包括NK ADC 卡T 卡RMK等等 還有它的這個特別強調 T細胞 那目前最近的COVID-19 包括基因治療 MRNA的技術這等等都是 除此之外 組織工程也算 所以這整個涵蓋的範圍 是很廣的 也是很新穎的 那整個再生醫療 它最重要就是它有一個潛能 包括以前現在所有的藥物治療 想要治療沒辦法完全治療 阿滋海默症 硬化症 免疫的疾病 軟骨的疾病 遺傳性的疾病 想要修復心肌 這個燒傷的皮膚的損傷的修補 還有剛剛介紹的 癌症的免疫療法等等 都是目前在醫療上 沒辦法克服的 傳統的化學或生物藥 沒辦法治療的 那在再生醫療裡面 它都或許有機會來解決 所以這是它迷人的地方 當然在上一個世紀 互聯網跟新零售高度的發展 成就了很多這個獨角獸 那大家在認為未來這個世紀 是應該再生醫療的年代 那整個的發展也很蓬勃 大概這個 左下角大概可以看得到 全球再生醫療產值的預估 它是很蓬勃發展的 以二三十Percent的比例 在高速成長 整個幹細胞的應用 在右下角的地方 它可以包括從組織 氣管的再生 在台灣有一家公司 它可以做氣管的再生 皮膚的修補 也有 這個中樞神經治療 在這個 花蓮瓷劑 林新榮院長 心臟的治療 肝臟的修復 到這個脊椎糖尿病 腦臉紅斑病 等等的 在台灣都有 這個是台灣的 很大的一個特色 那台灣也是早在 這個蔡英文總統的時候 它也提出台灣六大核心戰略的產業 要創新 要攻堅 要共融 其中台灣生醫的核心的戰略 也是其中的一環 那核心中的核心 目前在高速發展 就是AI 遠距醫療跟再生醫療 所以再生醫療 是台灣生技產業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區塊 那全球的再生醫療 需求也是大增的 整個高速成長 大概有20%以上 然後世界各國都在積極的發展 在亞洲也是不遑多讓 其中進入臨床三期的 目前在臨床開發 有一千多件 進入臨床三期的 最起碼就有97件以上 這都是準備要拿藥證的 所以未來這一部分的話 勢必上的醫療 是有很大的一個 再生性跟需求 那全球的市場 也是很強勁的 這個複合成長率20%以上 那最近這個卡T 在美國有三家公司 卡T的通過 對於這個血癌的治療 做完全性跟絕性的治療 這是引起很大的一個shock 那在中國在去年年底 也有四個這個卡T的產品通過 所以這都是一個 醫療上的一個突破 那近年來美國核准 以基因工程 及基因工程改造細胞為主的 這邊有列出來 那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主要它是 肢體的軟骨的細胞 速凸細胞 或者是液體的肌帶血為主 那這些都已經有藥證 在接受治療 也就是說這一方面的產業 它本身已經是成熟了 有合格的藥證 可以用來提供病人的治療 那以上是整個國際的情況 那我們再來看看台灣 台灣的管理的法規 基本上目前分兩塊來管 一塊是衛物部管的 就是特管法醫療使用治療 直接應用到病人 目前有四十八個細胞的治療 已經被核准 這個是台灣 台灣算是在世界上 僅次於日本以外 比較先進的一個特管法 開放了病人可以接受 合規合法和平質的產品 來接受在好的醫生治療 底下的一個醫療 那另外的話 申請藥證的話 是由食藥署來規管 那目前它已經有核准 六十八個細胞治療的IND 有十三個基因治療的IND 這都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進展 在整個亞洲國家裡面的話 它算是前沿的 在世界裡面的話 也可以排前十大 那特管法底下的台灣產業 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目前是繼通過的 可實施細胞治療 有二十六家醫療機構 投入通過的生計 公司有十五間 三大類的應用面 包括免疫的細胞治療 幹細胞的移植 還有組織移植 那它可以常用在哪些的癌症 疾病上這個表 可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台灣的醫療是世界有名的 價格也是合一的 假如說能夠 在國際上有這個醫療需求 國際醫療來台灣做這個治療 其實它可以提供一個 新穎的有效的價格 合理的有品質的 這是台灣目前的一個優勢 那台灣再生醫學的公司 另外一部分是做臨床開發的 那這一部分 大概到去年年底 統計出來 大概有這下面幾家 那這中間我簡單介紹一下 一個是市府 它是做自體的速凸 其他精準生計是我們公司 那正太 它有自體的速凸細胞做一起 那其他的都是做幹細胞 那我今天簡單的來介紹 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目前有兩個產品 一個是PB101 智體的CIK 目前被核准在特管法裡面 可以治療八種癌症 那做臨床試驗 我們做用TKI 加我們的細胞治療 以前的第一代的TKI的治療 它大概可以延長生命肺癌 末期的病人 大概六到八個月 那我們可以延長到目前 我們的接受我們臨床試驗的病人 都很安全 到現在兩年多 都沒有復發 也照顧得很好 另外一個 我們開發的一個103是液體的 是全台灣唯一的 也是亞洲一個唯一的液體的 NKNKT 目前在三種做肺細 第四期的肺癌 肺小細胞癌 那這是一二期A 那目前病人使用的效果也很好 那這一部分是可以跟這個世界的 這個僑胞們分享的部分 那中央的廠商呢 這邊有列出來 各位可以參考 這是在台灣有掛牌的 那剛剛這個 我們這個陸駕 因為他去年年底剛過嘛 所以我這邊沒有列上來 跟他說聲抱歉 那這個食藥署 在跟日本交流的報告裡面 也提出台灣比較新穎的 包括KATI 還有這個細胞治療 我們公司就有兩個產品 一個是液體的 一個是字體的 那整個台灣的優勢 是可以發展出 類半導體產業鏈的 再生醫療的產業鏈 整個產業鏈 從醫療診斷 運送 細胞腸 製造 品管 工具具 自動化 整個是可以像 這個半導體一樣 發展出一個產業鏈的 我們台灣有 全世界最好的人才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窮七十年 病主的前一千名 通通在當醫生 我們的專業 醫生的專業也沒有話講 我們的醫療的品質 全世界前五大 我們的一個法規的環境 整個資金的供應 也是充足的 台灣人充滿了創新 現在大家是整合 只要能夠練成一個供應鏈 是充滿了商機的 那最後呢 我這邊要強調 健康要從 講究這個價格 變為 台灣的醫療品質 醫生的素質 是值得 國際信賴的 歡迎各位僑胞 來回來台灣 來投資 來接受我們健康的照護 我們的價值 要從 變為台灣 就是品質的 值得輸出的 是驕傲的 那台灣的 再生醫療的競爭力 可以更強 因為我們台灣 頂層優秀的人才 都在當醫生 這個我們的醫學中心 也很多 那整個產業鏈 可以扮演更關鍵的角色 在醫療照護產業生態上 可以更完整 那這是我們台灣 在這個醫療 生技界 再生業裡面的一個優勢 那最後呢 我這邊有一個圖 我想這個老先生 他對著鏡子 不斷的按遙控器 就沒辦法改變 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要聚焦 選擇台灣這個優良的產業 再生細胞 這個產業 是值得 對的一個選擇 選擇好的公司 你就可以選到好的台 你還可以欣賞到好的節目 有一個共好的一個社會 跟環境 以上 非常謝謝各位 非常謝謝葉董事長的分享 那今天最後一家的企業 是艾莫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那艾莫生物呢 主要成立在2004年 那致力於開發人體細胞 相關的分析集數平臺 那不僅提供一般 藥物臨床實驗的一個人體 細胞功能的檢測服務 同時呢也有提供的 就是醫療用的細胞 產品的安全性特性 那同時呢 他也有檢測跟委託 研發的一個服務 那接下來我們就有請 艾莫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李姓茂 李總經理來說分享 尤其李總經理 各位線上論壇的 海外僑胞朋友大家好 我是艾莫生物醫學總經理 兼實驗室主管 李姓茂 我現在同時也擔任 台灣細胞醫療學會的常務董事 艾莫生物醫學成立於2004年 我想這是一個 算是在非常新興的一個科技領域裡面的 比較老的一個公司 那我們專注於臨床醫療用細胞產品的 一個檢測分析跟製程開發製造 那涵蓋著剛才提到的免疫細胞 跟幹細胞的一個細胞產品 那目前提供給國內外的一些服務方面 那最主要是產品方面 在不管在體內還是體外的 一個細胞的一個反應的一個分析測試 那另外一個主要的項目就是 細胞治療產品的一個檢測跟製造 那我們在艾莫生物醫學的一個 細胞產品檢測跟分析的實驗室 那從2007年開始就已經獲得 台灣全國認證基金會 TUF的一個認證一直到現在 那在細胞自備方面 我們從2010年開始就開始運作執行 那也在2019年獲得了衛福部的一個 複合GDP核可的一個細胞自備場所 那同時我們也是經濟部核可的 醫藥研發服務公司 也是CRO公司 可以針對一些醫藥的研發 做一些比較專業性的一個服務 那為了達到一個產業的一個層級的一個實驗室 那我們從公司成立開始就引進了 就可以複合國際上的一個管理法規的一個規範 同時我們也是從2007年開始就陸續獲得 TUF跟衛福部的一個認證的一個實驗室 那可以去執行複合國內外法規方面的一個 細胞的檢測的一個需求 從這一張圖表可以看出我們實驗室在從2007年開始 我想陸續已經受到國內的一個法規單位 包括TFDA還有認證單位TAP CDC 等這些的一個法規單位的一個現場的評鑑跟訪查 所以現在目前已經超過三十幾次了 我想就是在這樣不斷的一個被評鑑 被訪查 所以才有不斷進步的一個空間 那十幾年來我們也針對很多的一個客戶的一個需求 我們開發了很多的關於有關細胞產品方面的各項檢測 我想這個項目非常的多 最主要我們還是比較專注在於臨床 在右上角方面 在臨床的一個治療跟臨床前的一個分析方面 另外一個主要的方面就是細胞的一個產品 這張比較針對的是一些國內外一些生技醫藥研發開發的一個公司 因為我們提供它很多一個比較專業性的 有關於細胞在體內跟體外 反應方面的一個分析的一個委託服務 這一張 這一些檢測是針對細胞 細胞產品的一個檢測 剛才葉教授也提到 在一個細胞治療產業的發展 一個產業鏈的一個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實驗室就提供大概細胞產品 基本最需要的安全性檢測 還有包括免疫細胞跟幹細胞的一個細胞產品的一個特性鑑定 最重要我們也開發出細胞產品的一個功能性分析 像上面的IDO定量檢測跟殺手細胞的一個毒殺能力 這些都是細胞產品要上市之前很重要的一個功能性的檢測 在實驗室方面 我們實驗室已經在2019年獲得了 衛護部的細胞自備場所的一個認可 也可以提供給國內外的一些細胞治療公司 有關於細胞產品的處理培養跟儲存的服務 所以整體而言到艾莫生物醫學到十幾年來 已經陸續的建立細胞醫療產品的一個 委託開發製造跟檢測的服務 其實就是可以涵蓋前面細胞產品的一戰式的一個服務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台灣細胞醫療產業 要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產業鏈 接下來我再介紹一下 我們也自行有開發一個幹細胞 自體幹細胞的產品 其實剛才易教授也提到 細胞產品的開發 在台灣有兩個路徑 一個是走藥品的路徑 我們其實很早從2014年就開發幹細胞的一個產品 進行了第一期臨床試驗 這些是新興開發的一個技術非常慢 我們一直到2020年才完成了全部的第一期臨床試驗 由於2019年因為國內有特觀辦法的一個公開公佈 所以我們就也順利獲得了在特觀方面的一個合格 這個是我們在自體幹細胞治療的一個流程圖 我們從病患在醫院取得了檢體 送到我們艾莫的一個實驗室裡面 我們從細胞的增殖 還有回收還有凍結 做完所有的測試之後 我們就運送到醫院 在醫院方面就當場直接注射到病人的一個部位 所以我們開發這個細胞產品也是達到很多的第一 我們是第一個依照特觀法 核准的一個細胞治療技術案 針對的是退化性關節炎 這個RECTEN這個產品的一個開發 從生產檢測放行到配送的所有程序 完全是由我們艾莫聖醫自己獨立的一個建立跟執行的 特別是在RECTEN的效價檢測方面 這是全世界做幹細胞治療最為困難的地方 我們也採用了一個IDO定量的檢測的一個技術 這個是在兩年前已經獲得TAV的認證 而且在最近的在上個月 我們也剛獲得台灣發明的一個專利 我想未來不只可以提供給國內 也可以提供給國外的一個檢測的執行 接下來這一章是我們艾莫聖醫學 在獲得衛福部的細胞自備場所的一個認可案 其實最後我會提到 因為由於有特館辦法的一個執行 我們細胞自備場所跟醫院也充分的分工合作 我希望透過這樣很好的一個法律的基礎 可以在台灣可以執行最好的一個細胞治療 可以達到有效又安全的一個最高的品質 那我的報告就到此為止 謝謝 好 非常謝謝李總的分享 今天三家的企業其實都分享了許多他們在 比如說細胞的治療或是乾細胞相關的一些技術 跟一些應用的一些內容 那今天因為我們對象主要是海外的一個僑台商 那其實大家對於就是再生醫療這個部分 其實都會非常的感興趣 因為其實跟自己的健康其實是有息息的相關 所以僑胞這邊的話也有一些問題想要詢問一下 大家在做三文家的一個企業 那大家可能比較是環繞在 比如說想要跟就是貴公司合作 可以怎麼樣合作 或是說在法規上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或是說跟醫療醫院有哪些合作的關係等等 那這邊的話首先就是想要先請就是那個 陸嘉的那個唐總司長先來做一個分享 主要小包這邊的話有一個問題是想要詢問是說 因為在生醫療其實對健康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除了資金之外的話我們還需要準備什麼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取得就是專業的技術 那我們在取得專業技術的時候 在法規上面是不是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就是以免會有處罰這樣子 前面是說除了資金的問題 除了資金以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需要再做準備 除了錢以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地方 可能也需要做其他的準備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要如何去取得就是專業的技術 然後如何去發展 那我在取得跟發展過程當中是不是有相關的一些 就是法規可能要留意跟注意的部分 對 這邊請唐總司長來分享一下 那我們常常講這個 要喝牛奶到底要買一頭牛就好 還是我直接買牛奶就好 這其實是很深奧的一個問題 那以我們公司而言 其實我們不是不能自己發展 我們也可以自己發展 但是因為生技這種東西 它是需要長時間去累積的一個產業 像我們這個臨床試驗一二三期 甚至到上市後的臨床四期 這些你沒有十年可能是沒辦法完成的 所以我們當初是為了減少這個 前面的這個所謂的臨床一二三期的部分 我們才去買了一個臨床三期 已經完成的這個細胞技術 所以我們一直我們蠻引以為好說 我們如果說真的要看的話 在國內我們應該算是第一個 或者是唯一一個有這個所謂 大型臨床三期 而且已經又有了三篇的 這種臨床數據的一個技術 去做一個作證 那當然台灣目前還有發展 還有發展很多其他 偏的不一樣的這些細胞的這些 不管說是技術也好 或者治療也好 但是我常講的 就像我剛剛我的PowerPoint 最後一頁講的 我講這個基礎還是在於臨床 我們一定要有足夠的臨床證據 去說服 不管說是醫生或民眾說 我們的治療是有效的 那我們這個要 不管說這個細胞或這個產品 才算是合格的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大家都 還是在這個 等於說這種 還在學習的階段 在台灣很多都還是在學習的階段 那特管法是幫助我們 把這個學習階段縮短 但是我覺得我們最終 醫療的初衷 臨床最核心的價值 它的這個實證醫學 這是我們永遠永遠不可以放棄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要投資生計產業的話 我希望大家 尤其是這個投資者 一定需要有耐心的一個準備 謝謝 好 謝謝唐宗師長的分享 那其實再生醫療他運用的 就是層面其實還蠻廣的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小胞這邊的話 其實也有想要了解一下說 因為在觀看這個就是 視頻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有日本相關的小胞 就是也想要了解一下 那這個問題的話 我是想要就是邀請一下那個 精準生醫的葉董事長 來做一個回應 就是想日本的小胞 是想要了解一下 是說台灣的再生醫療產業 他走路到日本的一個市場 他未來的展望會是怎麼樣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走到日本的一個市場的話 那是不是希望說 在日本的小胞有哪些的一個 可以合作 或是說有哪些地方 可以去協助到這樣子 台灣跟日本來比起來的話 台灣的當初 我在當署長規劃設計 後來到衛福部當紀監的時候 我們就有討論 我們又要取乏這個日本 整個行之有年 二三十年的這個 細胞治療的經驗 當初日本的專家 給了我們一些寶貴的經驗 我們都融入在台灣 現在的法規環境 跟治療環境裡面 舉幾個比較大的特色 跟日本不一樣的地方 日本有很多是前店後廠 然後這個品質的管控呢 可能有參差不起 某些大學 東京 京都 他們可能效果很好 某些診所可能做出來 也不是說那麼的好 所以醫療失敗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所以在台灣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 你的產品一定是要去法規單位 是要屬品檢組查查過的CPU 一定的標準的做法 查驗過的標準單位做出來的產品 有放行標準的 有檢驗規格的 他才能夠提供給特管安法 或臨床實驗來使用 也就是說我們提供一個 有標準有品質的產品 第二個 施作的單位他必須是申請的 有特殊圈寧過執照的醫生 有機構才能夠來申請執行 所以他是有管控的單位 可以被溯源的 第三 他是保障消費者的 所以他從定價到這個 以Outcome Base 就是台灣特有的 就是說以療效來收費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來保護消費者 這是幾個台灣的這個 特管安法底下的細胞治療 再生治療裡面的特色 除此之外 他又規定每一年 要把這個各個醫療中心 實施醫療的結果 要揭露給大眾 讓大眾可以有這個信息 知道哪個醫生 收多少費怎麼治療 然後有病人同意書 然後治療效果怎麼樣 所以我們提供一個 有品質可溯源的 一個治療的環境 跟合理價格 減少不必要的糾紛的 一種體制 也就是說在台灣 你能夠過特管法的 醫療院所醫師或生技單位 都是有品質的 都是有保障的 這是我們跟全世界各國裡面 最大的差別 那假如說台灣的這一套 到日本去 當然我相信台灣 三五年以後 假以十日 這些蓬勃發展的紀錄可塑了 他現在有一個 AI系體系在追溯 那這樣子 反移植回去日本 或許也可以把日本相關的 帶動更有品質的 醫療可以確保的 原因可以追溯的 一個醫療結果出來 我想對於全人類的 這個醫療的品質的增進 細胞治療 基因治療 可追溯到原因更有保障 這是提供我們台灣 提供世界上 在這個醫療這個領域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謝謝葉董事長分享 那因為其實小包對於就是 各個再生醫療到各個國家去 其實都非常的感興趣 那等一下的時候會有一個 就是共通性的問題 再請三個 就是企業家來做分享 那接著接下來 這一個問題的部分的話 我是想要請就是 按摩生物的那個李總 來做一個分享 因為小包這邊有幾個問到是說 就是在生醫療的內容上面的話 要如何讓就是患者可以了解 就是治療的一個成效 那是怎麼樣跟就是醫療院所 就是發展合作的一個關係 那這邊請就是李總來做一個分享 剛才是說如何了解療效 對 我想剛剛 剛才葉教授也提到 在我們特館辦法這邊的話 也提供一些追蹤查詢 那所有的一個效果是會放在網路上 那在管理單位也去看他的一個療效 然後大家在說特館辦法很多核准 可是大家可能也沒有很認真去考慮到 說特館辦法核准以後還是可以取消掉 如果你的療效不佳 還是有任何有安全性的疑慮的話 就有可能會被再取消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的特館辦法 跟日本所謂的自由診療方面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不一樣 其實也可以說 日本的一些的一個 他們法規管理單位的一個教訓 然後我們台灣可以 也是用這個方法去彌補跟管理 使台灣細胞治療的品質可以達到最好的一個程度 另外來講 如果從細胞的一個療效來講 基本上還是要從正式的臨床試驗去走 像在臨床試驗裡面 我們可以對病人做很好的一個控制 如果在比較後期的臨床試驗 我們還有一個對照組的安排 所以這樣才能夠充分看出 那個療效的一個到底是在哪裡 比較有科學的分析的一個證據 那在特館辦法是屬於一個治療的一個行為 在這一方面恐怕沒辦法達到療效 像臨床試驗一樣做到那麼嚴格的一個管控 那在療效的一個評估上來是有它的困難 不過剛才也提到台灣的一個特館辦法的特色 就是其實依照我們在被審核的經驗 因為我們同時之前也有執行一般藥物的臨床試驗 跟目前的一個特館辦法 在我們感覺上來講 在國內的法規單位在查核 特館辦法的一個細胞治療 甚至比臨床試驗還更嚴格 所以這也是法規單位有在考慮說 未來希望這些在實際上 在特館辦法下治療的一個成果 可以看看怎麼樣轉換到 未來可以支持臨床試驗的一個數據 就是所謂真實世界的一個Data Real World Data 可以協助可以讓我們的一個 要變成細胞治療產品的一個臨床試驗 可以更加速更完善 這個我想是政府跟產業界單位 希望能夠共同地努力 可以把這個細胞治療還是產品 可以達到最高的一個品質跟它的一個療效 非常謝謝李總的分享 那因為海外的僑胞其實也想要跟在座的三家的企業 來做一些商機的一些合作 所以緬甸的僑胞其實有問了以下四個問題 想邀請在座的三個企業主來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問題是說 目前的話就是在生醫療上面的話 目前市場的一個競爭性是怎麼樣 狀況是如何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代理商的一個條件是什麼 那第三個是說 東協的國家請問有哪些市場是已經有進入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在代理商的一個support上面 或是說相關的一些在生醫療的一些 實質上面是如何去做一些選擇的部分 那也想要了解說 就是企業主這邊是不是也有海外的一個 就是推廣的一個計畫 或者是說 未來希望跟僑胞們這邊 有哪些的一些合作 或者是說有沒有一些 就是實質上面的 需要他們的一些幫助的地方 那我們是不是就是 先請那個唐董事長這邊來先做一個分享 先講這個競爭性的部分 能不能跳到我PowerPoint第23頁 可以幫我方答嗎 那其實大家在講 在講這個競爭性 大家說台灣現在這個生技產業那麼多 這個細胞治療產業那麼多 又有DC 又有NK 又有T 現在又有個DCI K 又有GAMMA 都要有T 大家怎麼選呢 其實這個說老實話 大家其實我常常 尤其是面對癌症病人 我們各家廠商細胞 細胞廠商 我們並不是站在一個競爭性的立場 去看彼此 而是應該是在一個協同性的方式 去看彼此 所以就變成說 我這邊有列出一些檔案 針對不同的腫瘤 它是不是有轉移 它轉移的部位 它的基因表現 是這個原生型的 是不是有突變 它的這個不管說的 它的這個 譬如說 突變的這個等級 是高是低 它到底適不適合 這種細胞治療 在這個表裡面 其實我基本上都已經把它 大類的都已經歸出來了 所以今天到底有沒有哪一家廠商 是優於哪一家 我覺得是沒有 那只是說用的經驗 它可能是 大家可能就會有差別 所以今天如果說 譬如說要到 各個國家去發展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們 還是一樣 我們這個 一定需要以這種 團體站的方式 這也是為了病人好 所以其實我們可能 如果說 又回到第二個代理條件 其實代理條件 我比較不喜歡那種獨家代理 尤其是這種醫療上面 獨家代理 很多都說我們會獨家代理你 獨家代理你 但是一旦獨家來 就變成說 你提供的永遠 就只有那麼一種 只有那麼一種細胞 或者那麼一種治療選擇 但是往往 當你面對到癌症病人的時候 事實上是不允許 我們用這種單一治療的 而是一個多面向的治療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自己先 我們應該在 我們政府 或者是我們這些業者 我們可以自己在台灣 先組好一個國家隊 這個國家隊 可以再去跟各個國家不一樣的 僑胞 去做一個接觸 那我們就再用 再用統胞式的方式 那這樣僑胞們也比較不會說 好像我代理的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的 而是說的 我可以代理到全面台灣的產品 那我在需要的時候 可以幫助病人去選 它適合的這個細胞產品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 方式 那當然這是比較理想化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目前自己的話 是在跟馬來西亞 還有越南 還有印度 這邊目前都有些洽談 那大陸是因為在疫情之前 我當然是有 但是疫情之後 因為有一些政治的關係 我們當然比較少接觸 但是我們一直覺得說 剛剛又回到葉教授講的 一個細胞的產業鏈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說 未來很多國家 可能不需要有那麼大的廠 像我們這種自備廠在台灣 而是說我們可以透過 冷鏈的方式 去把我們的細胞 運輸到各個國家去 所以可能在座的這些僑胞 很簡單就變成 他是一個財產 他是個代理商 我也不需要有製造的能力 我也不需要有研發的能力 我就是帶給這個產品 給醫院 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再把細胞 然後從台灣用冷鏈的方式 運輸到不同的國家去 謝謝 那是不是也請葉董事長 分享一下 我想這個問題 比較大問哉 那我簡單惡藥的回答 因為我是管過政府部門 所以我知道 世界各國對醫療這個法規 它是有嚴格限定的 所以第一個 你要先了解你當地國家的法規 允不允許 不允許就沒有合作的問題 一定要法規上有允許 法規上有允許以後 或許就像唐總講的這樣子 好 第二個 我會建議就是說 你要去滿足 這個醫療上 A medical need 就是說 在這個醫療的 你們那個國家或那個區域 他的病人需要真正的缺什麼東西 我們來去滿足他 他才有市場的價值可永續性 所以第一個是法規 第二個 你的當地的真正的需求 當然再來 就可以找僑委會 可以找當地的台灣的代表 來尋訪 請他們介紹 因為這些公家單位 公務人員台灣的公務人員 都鎖法保守 所以他不敢推薦你不好的廠商 所以這樣子 我覺得就可以比較解決 實質上解決問題 第二個 怎麼合作呢 可以 現在這個網路無國界 你可以像我們公司 我們的訊息 都放在網路上 我想我們三家公司都一樣 都是揭露 都是透明的 他假如不敢揭露 這個公司你就稍微存疑一下 第二個 我們台灣的衛福部 醫事師 他有公告相關的這些廠商 他的訊息 剛剛李總講的 你的這個治療的模式 價格 方法 對象 醫生 資訊全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從上面去看 就心裡有個底 除了公部門的推薦 你自己私下也可以稍微去搜索 理解一下 我覺得這樣子 加上你自己睿智的 做個SWAT分析 那你就可以挑到一個 你覺得可以合作 也比較好的 有機會的 那我剛剛補充一下 就是說 這個 剛剛這個有問唐總 就是說你如果去挑選一個好的 生技公司 我個人的看法 第一個 當然剛剛他問的說 除了資金以外 第一個 我還是要回回來講 要能夠符合你病人 你那個地方真正 unmedical need 你缺什麼 去找一個 你要的這個生技公司 來支援你 不是你想要什麼 是應該去滿足 你那邊的人的 市場商的需求 第二個我會建議就是 你要找到那家廠商 合作的他有核心技術 而且這個技術 有專利的保護 專利有布局 這樣子 你才能夠免一樣 被惡性競爭 或者有其他的風險 當然第三個 你要跟他去談 這個合作裡面 他的整體的規劃 幫你精緻化 打包的設計 因為他必須是 比較有經驗的 他必須要幫你設計出一套 你最佳化的模式 然後你們去談 那一樣SWAT分析一下 你去比較幾家 你來挑一個 你覺得比較適合的 我覺得你這樣子 在我們國外的僑胞們 你假如有興趣 這樣子來挑 或許對你會比較好 我想就是 這個剛剛李董也講了 台灣的這個資訊很公開 越來越多 出來以後 你就可以來辨別真偽 那基本上台灣現在的體制 這個是很嚴謹的 它的優點就是 這個開放的特館法也好 這些很多法也好 它是稍微先進嚴謹的 缺點就是太嚴謹 搞得這些生技公司 快要瘋了 但是他能活下來 就一定有道理 是值得被信賴 這也是我講的 你要選 要選對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保地 是個對的地方 你可以從這裡面去挑好 透過資訊公開 你可以去選擇 可以多問一些朋友 多問僑委會 多問當地的駐台代表等等 我想他們 這個究責制 他們不太敢亂搞 那你這樣子 會得到比較一個訊息 那再加上你到醫師師 看那個公司的網站 你就可以比較詳實的理解 這樣子你再來談 我覺得這樣或許 對我們的 僑居滴的僑胞 可以理解 假如說你有親戚朋友 需要國際醫療的 你也可以從那裡面可以看 你調好看你是什麼癌症 哪些醫生哪些醫院 你很方便 你可以上去看 這是台灣很公開揭露的 那你假如要回來台灣醫療 你就可以選到 比較好的治療的方式 比較好的醫院 你也知道一個價格的合理性 它有給你什麼保障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是可以提供 所有的僑胞們一個參考 以上 所以我補充一句話好不好 我補充 就是剛剛提到說 如何選擇這個 比較好的公司這塊的話 其實我覺得 以我們生計而言 還是回歸到剛剛講的 有沒有足夠的臨床數據 去著認他這個療效 到底是有效還是沒有效 那日本其實 他們雖然說發展得早 但是他們其實比較可惜 是因為大家 全部都是各自為政 他們到底說的好或不好 其實沒有人知道 那我們要去證實說 到底做得好或不好 唯一唯一現在的黃金標準 就是所謂的這種 Randomized Control 等於說這種隨機 雙盲雙組的這種臨床試驗 那如果說有公司 他們可以進行到這個階段 去做這種臨床試驗 那我覺得相對而言 我們可以對它的技術 是相對比較有信心的 那如果一些公司 他們等於說 全部都只是可能 只有單純一些個案報告 個案報告 這其實這種不叫數據 那個叫55 那個叫五十五十 那個叫機率 那叫機運而已 所以還是回歸 公司他們經營的本質 是不是真的想要走 臨床研究 從臨床研究 再慢慢進展到 不管說是藥品 或者是藥症 還是說他們是想說 個案打個案說 反正來一個打一個 沒有去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 所謂的數據性的分析 我覺得這種公司 反而就要比較注意 謝謝 謝謝 請董事長分享一下 首先我也對於說 我們怎麼樣才是有一個 比較有競爭性方面 其實這也是我 我在這個領域裡面 十幾年下來 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以在台灣這個地方的一個 所要產生的一個創新的一個研發 我想比歐美一些國家他們可做的 我想資源來講 有相當多的一個限制 那我過去二三十年來在國外這樣走 我覺得我們的規模實在是差得非常多 那我們怎麼樣找到我們Niche的地方 我想剛才葉教授也有提到說 可以找一些沒有現在醫療 unmade的一個醫療的一個需求 另外的話在自己來講 我是比較朝向怎麼樣建立一個 全世界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技術跟標準 這個就像我在剛才的報告裡面也有提到 我們公司實驗室成立以來 就是導入了一個國際的管理的法規 包括ISO、GTP、GMP的法規 我想在我們執行這些事情都是 在十幾年前是超出法規單位要求的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能夠非常沒有什麼困難的可以複合 不管國際甚至國內的法規都可以複合 因為只要跟著這個世界的一個潮流走 就沒錯了 這也是我們一個競爭力很高的關係 另外當然你要有自己的創新的一個技術 不然你就是要去計轉在國外的一些比較成熟的技術 所以在我們這邊切入點大概我們會比較針對看 在幹細胞剛才我也有提到 我們對於細胞產品的一個功能性的測試 特別是免疫的一個調節功能的測試 因為這是全世界在幹細胞治療都不能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一直以來就建立我們這些技術 那也很幸運我們在經過十幾年的努力 在上個月我們獲得台灣的一個專利 那同時我們在臨床試驗的一個成果 也完全已經也圓滿的結束 那目前這個PayPal正在一個國際的一個細胞醫療的一個期間 正在審核當中我想順利的話可能連中就會出版 那我想這個就是其實藥品的開發是急不來的 只能一步一腳印的走 那另外我剛才有提到一個問題說 在冬雪還是其他合作的問題 我想剛才葉教授也提到法規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特別是醫藥的管理每一個法規 所以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一個見解 跟不一樣的一個作法 那這個我們台灣有細胞治療的特感辦法 但是可能其他沒有 那怎麼樣走向國際化 這也是我下禮拜也會有一個演講 這是我們亞洲組成的一個亞洲再生醫學的論壇 剛剛到4月15號 這是一個開放性的論壇 那這參與的國家就是包括日本、韓國、台灣 還有大陸、印度、南韓 大概在亞洲我想Cover的東西 在印尼、馬來西亞都有 包括法規單位的人、包括產業界的人 大家一起做怎麼樣促進法規的一個協和 叫Hermanization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才能夠擴散到亞洲 還是甚至世界其他的國家 包括它技術的一個鑑定 我在下禮拜我會做一個報告 就是說怎麼樣去 因為大家現在檢測的方法都不一樣 而且很難去把它定下來 那我們怎麼樣從第一步開始 那怎麼樣去尋求法規還是標準 所謂檢測方法就是 就是細胞產品的一個標準規格 我們怎麼樣把它建立一個大家一個共識 我想如果達到這樣子的共識 將來這個產品在開發 我們在台灣做完到其他的國家都可以使用 謝謝 好 非常感謝就是三個企業組今天精彩的分享 因為就如同像剛剛切主有提到 其實法規啊或者是在地的一個需求 或是市場的需求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三立亞其實跟自己的健康 其實會是實際相關 所以法規其實是一個 大家比較在合作之前的時候 可能要先去了解的部分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就是三個企業組 今天精彩的一個分享 也謝謝他們今天的一個參與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論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相信大家透過參加企業的一個分享 對於再生醫療的整體的發展 趨勢等等都有進一步的一個瞭解 那也要在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本次的一個論壇 基本上面大家如果說有相關的問題的話 一樣可以在YouTube下方 可以幫我們去做一個留言 那我們後續的話也會把問題提供給三個企業組 然後請他們再做後續的一個回應 同時呢本次的一個論壇也有課後的問卷 那課後問卷連結也有放置在YouTube的下方 也請大家呢 踴躍幫我們去填寫一下課後的問卷 那最重要的是再次提醒大家 我們第二場論壇呢 在於4月14號禮拜三 台灣時間下午4點 我們會正式開始 那也要請大家要記得 就是前來收看第二場的論壇 那也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那我們下週三見 謝謝